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前总统特朗普的税收计划 可能让9300万美国人免于所得税 这将对美国经济及政治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全球经济的另一端 中国则透过降低基准贷款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 显示出其强烈的政策意图 最后我们还将聚焦于美国在电池产业竞赛中的挑战与机遇 尤其是在固态电池技术上能否逆转局势 重新获得优势 特朗普的计划涵盖了一系列税收减免 甚至包括对消防员和军人的所得税豁免 这无疑将影响数以千万计的纳税人 然而分析人士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面临重重困难 特别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的经济政策则不断调整 以应对当前增长乏力的挑战 然而市场的反应却显得不够热烈 未来的经济前景仍然充满变数 在电池技术方面 美国虽然开始大力投资 但仍然面临着被中国逆转的风险 专家提出美国需要重新聚焦 将资金和政策导向下一代固态电池 以此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几篇 与全球经济动态息息相关的重要报道 首先我们将聚焦于CNBC的一篇文章 分析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税收改革计划 可能对美国民众以及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 CNBC的报道指出 特朗普的税收改革计划可能使多达 9,320万美国民众获得部分或全部的所得税豁免 这个数字几乎占美国注册选民的一半 这项计划包括取消小费 社会保障福利和加班工资的所得税 并考虑对特定职业如消防员 警察 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税收豁免 这一政策无疑将对数千万纳税人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多方数据分析 包括社会保障管理局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和国防部等机构的估算 特朗普的改革计划可能在2024年影响到 符合投票资格的244百万选民中的38%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估算还未包括加班工资税的潜在取消可能带来的额外影响 特朗普的愿景是逐步淘汰目前的所得税制度 取而代之的是依靠强硬的关税政策 他计划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普遍关税 对中国进口商品则征收高达60%的税率 此举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替代所得税 但实际上可能对美国产生一种隐形的销售税 因为关税通常会通过供应链转嫁给消费者 金融分析机构Evercore对此持怀疑态度 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关税不太可能取代所得税的功能 此外 特朗普还希望将他在2017年推行的减税政策永久化 这些政策案计划将于2025年到期 非党派的税收基金会估算 特朗普的所有税收提案将在2025年至2034年间导致联邦税收减少约3万亿美元 特朗普的税收计划面临着严峻的政治挑战 即便他在2024年的选举中胜出 实施这些改革仍需要在国会 特别是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足够的多数席位 然而当前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掌控权相当脆弱 许多关键选区的结果可能会影响整体局势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 探讨来自《环球邮报》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期采取了一系列降息措施以提振经济成长 中国人民银行将一年期和五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分别下调至3.10%和3.60% 这是自7月份以来的再次下调 这些举措表明中国政府对经济复苏的决心 然而尽管中国股市在这些政策发布后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真正的经济复苏仍面临挑战 虽然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有回升迹象 但房地产投资的下降超过10%仍令人担忧 澳大利亚在线经济商Piperstone的研究主管克里斯·维斯顿指出 政策宽松的效果仍需观察 市场可能已经出现了政策疲劳 这种政策连续性是否会带来长期经济活力 还是仅是短期刺激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最后我们将探讨外交政策杂志 关于美国在全球电池竞争中所面临挑战的报道 美国在电池领域 尤其是下一代固态电池的研发布局中 面临艰巨的任务 中国已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美国若不及时转向对固态电池技术的投资 可能会被进一步甩开 尽管美国政府已承诺巨额投资 但90%的资金仍集中在现有的锂离子电池技术上 而非下一代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因其安全性和能量密度的优势 被视为电池技术的未来 美国如果能够在该领域取得突破 将能摆脱对中国生产的关键材料的依赖 要在这一竞争中胜出 美国需要在政策激励 公共采购和研发投入上重新调整战略 政府的采购决策 应更多地支持本土固态电池的应用 同时扩大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资 以确保美国保持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 总结来说 特朗普的税收计划 中国的经济政策 以及美国在电池技术上的布局 分别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格局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议题 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与洞见 感谢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下次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 提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和计划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 和减轻税负 特朗普的税收计划 主要体现在2017年签署的 减税与就业法案中 这是美国近年来最全面的税改之一 该税收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 大幅削减公司税 将公司税率从35%降至21% 这是美国历史上 公司税率的最大降幅之一 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分级调整 保留7个税级 但降低部分税率 提高标准扣除额 并废除个人豁免 目的是减化税制 并减少大多数家庭的税负 对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最低税 和按揭利息扣除的限制 以遏制税机侵蚀和利润转移 引入一次性汇回税 以低税率 允许美国公司 将海外利润带回美国 特朗普的税收计划 旨在吸引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 增加就业 并通过税收结构调整 激励企业和个人投资 然而 该计划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支持者认为 税改刺激了经济增长 提高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降低了失业率 批评者则指出 该计划可能导致联邦赤字增加 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 主要受益者是高收入群体和大企业 此外 特朗普税收计划的长期影响 仍然在研究和讨论中 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人士 继续研究减税的实际效果 包括对经济增长 投资行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批评者担心 这种大规模减税 可能增加国家债务 限制未来的财政政策空间 而支持者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 来弥补税收减少带来的财政缺口 特朗普的税收计划 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讨论 也在国际上引发了关注 特别是在全球税收竞争 和国际公司税政策的协调等问题上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